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真的觉得有很多鞋子是我一看到就特别有冲动想去买的鞋子 那么大家是否也会很好奇哪些鞋子是我会非常想买的呢 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今天的这期视频 首先呢我先给大家讲两双耐克的鞋子 会在7月底的时候7月31号的时候 我们的字母哥他的那双个人的签名款球鞋呢 已经会来到了第二代 我们会有一双Nike Freak 2 就是他的第二代 那我第一眼看到这双鞋子的时候呢 我个人感觉这双鞋子跟我们的科比的7代有一丢丢像 但是呢只是就某一个角度看过去会有一点像的感觉 但是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 用到的这种科技啊包裹性啊 肯定完全是会不一样的 那么这双鞋子呢我会很推荐一些啊喜欢打实战篮球的朋友 那如果可以通过打折的方式啊买到的话呢 是会啊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实战啊的篮球鞋啊 那么在7月份呢目前呢还有一个不知道发售时间的一双鞋 但我个人认为呢应该也是在7月底 是一双Off-White跟Nike联名的一双鞋啊 那么为什么我会把这双鞋也拿出来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双鞋是有点丑的啊 那么本着一直以来我们鞋圈的一个规律啊 就是上来骂骂丑骂到死的鞋子呢 结果发出来之后呢很多人想抢的药啊 那么所以呢我呢把这双鞋子也放进来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双鞋子有点丑的 我应该是不会考虑入手 但是考虑到最近这段时间这种联名款的 尤其是Off-White这个品牌 还是受到我们很多很多年轻人的喜欢 所以呢我把这双鞋子也加进来了 那如果对这一个鞋款或者这一个品牌 或者对联名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留意一下 那么再说到我们的这个椰子的系列啊 椰子呢是有一点点小失望的 一双呢就是会在七月份 看一下时间 七月十八号会有一双Zion 我之前上个月是有做过的啊 不是Zion Williamson啊 不是我们的胖虎啊 是Zion这个配色 那么这双鞋子我个人觉得呢 配色上还是挺不错的啊 那么如果发售的话呢 如果我有机会可以买到呢 我也是愿意去买一下的这个鞋子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380 它会在七月二十五号的时候发售 那一双鞋子其实我上一个视频也有讲过啊 在就是六月份那个视频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我不喜欢啊 但是呢还是本着啊 上来说丑啊 后面一顿抢的这个原则 我也把它加进来了啊 所以这两双鞋子 其实在上一个月的视频当中都有提到过啊 那么只不过他们被延迟到了七月份来发啊 所以呢我个人有点失望 因为没有看到更多新的鞋子出来 那么好了 这个月的重头戏呢 我觉得是乔丹的品牌啊 乔丹品牌这个月真的有很多厉害的鞋子要发 那么从七月份的头上开始啊 那么第一个就是一个重磅的鞋子啊 这双开54啊 那么我跟大家纠正一下啊 这个很多朋友他们都读错了 读快54啊 其实它是一个法语的发音读开啊 开54 那它是什么呢 开54呢 是每年啊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啊 七八月份 七月份的时候会在法国举办世界街球啊 一个比赛啊 那么也是乔丹品牌啊 赞助的一个项目啊 那么这个鞋款呢 每年都会出一双鞋子啊 那我印象当中的从我开始接触球鞋开始 最早是一个乔五的啊 开54 后来有发啊 乔十三一个低帮的那双鞋子 我也是当时费了好大劲才买到的啊 所以它每年的这个开54啊 我真觉得都是很用心在做 会给到我很多惊艳到的地方 很多惊讶的 哇 这个鞋子每次我都是这种反应啊 那么这次呢 很厉害啊 是一双乔六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乔六 所以这一双鞋子对我来说 有可能是一双必入款 我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买到这双鞋子啊 那么这个鞋子呢 这次很厉害 它会有全家桶啊 它会有男鞋 有青年鞋 还有小宝宝的鞋子啊 那么往下走一点 7月7号会有一双乔五 Ultimate Grap啊 那么Ultimate系列呢 又回来了啊 那么这个系列呢 我再跟大家稍微展开讲一讲 因为这个系列它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不明白 什么是Ultimate系列 就是说 作为乔丹品牌的设计师啊 他现在去考虑一下 如果现在是乔丹本人 要一双乔五的P1鞋啊 P1是什么 就是Player Exclusive 就是球员专属的鞋子啊 这种颜色呢 是不会拿来市售的 是给球员专属的颜色 所以设计师是本着这样的一个设计角度 考虑去设计一双Grap 就是葡萄配色的鞋子给乔丹 那么这个呢 就会是一双乔丹P1鞋的一个设计理念的 这样一个鞋子啊 那么这双鞋子我个人觉得呢 用到了这样的紫色 就像我经常说的啊 最近这一段时间啊 胡人的紫色啊 紫金配色啊 会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双啊 紫葡萄 那也可以叫它新的紫葡萄配色啊 那么个人觉得应该是会比较受到大家喜欢的啊 那么7月11号 又是一双比较不错的鞋子 乔丁高邦OG 就是元年高邦九孔的版本 它的名字叫Light Smoke Grey 就是淡的烟灰色 烟灰色啊 那么它的鞋子呢 你从它的脚踝的地方啊 脚踝周围一圈是红色的 可以给到大家一点点那种芝加哥啊 或者是黑脚趾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前面整个鞋子呢 都是属于灰色啊 灰白系啊 灰白色系 那么钩子呢 是那种啊 黑色的钩子 那我觉得这个鞋子呢 第一呢 我觉得不难看 那么又是一个元年高邦九孔的鞋子 再加上这个鞋子 其实是有些DIY潜力的啊 有一些朋友有可能可以把它 在DIY回去变成一双啊 芝加哥 或者变成一双黑脚趾这样子啊 所以呢 我觉得这双鞋子呢 我也给大家提一提 并且这种元年啊 高邦的鞋子呢 我都是很愿意啊 去入手它的 时间来到了7月18号啊 这边有一双乔十二啊 它的名字呢 叫叫University Gold啊 那么University Gold 就其实里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 就是一个黑配 这样子比较啊 醒目的这样一个黄的配色啊 那我看到这双鞋子 第一反应就让我想到 应该是前年吧 前年有出一双乔十三安东尼啊 就是我们甜瓜的一个P1鞋啊 也是P1鞋 那么那双鞋子当时因为是质量的问题 最后是被砍单了 那双鞋子最后是进了美国的奥特莱斯 是以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卖出来了啊 那当时呢 我也是很喜欢这样一个配色 所以我觉得这双乔十二 跟那个配色 真的就是如出一辙的感觉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双鞋子呢 我应该也是会考虑去入手的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黑配黄的这种感觉啊 我非常喜欢非常好看啊 那么来到了7月25号 我觉得7月25号应该是一个Big Day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7月25号乔丹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鞋子发售 然后呢 椰子的部分呢 有那个380也是在7月25号发售 那好 7月25号是什么鞋子呢 会有一双Jordan 1乔丹 co.japan啊 就是co.jp啊 那么这个鞋子让我第一眼看到是什么呢 让我感觉到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在好像是在2010年的时候 如果我有说错 大家给我纠正一下 2010年的时候好像正好是乔丹品牌的25周年 还是多少周年 那么当时有一双白银配色的乔伊 是以一个手提箱的形式发售的啊 我待会可以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的照片 给你们放一张上去啊 当时那个鞋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限量 然后呢 我当我开始玩鞋的时候 其实有一段时间很想找这个鞋子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那么因为我玩鞋时间其实也不算很早啦 到那个时候呢 它上面那个乔丹那个logo就是那个飞翔的篮球的logo呢 那种老鞋呢都会氧化掉就会泛黄 所以那个时候呢 这种鞋子的品项就已经不怎么好了 所以说呢 最后我也是放弃了啊 那么我看到今天这双鞋子的时候呢 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一双25周年的那双白银的乔伊是在放在手提箱里面的 我觉得就跟那双很像 然后我刚才其实有去查一下资料 他们说最早的这个版本的鞋子是一双中邦八个孔的啊 最早的那个版型 然后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2001年时候发的啊 那么2001年时候发的 如果大家啊 对乔丹品牌 对乔丹这些老鞋子啊 有所了解的话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啊 银色的盒子上面戴一个乔丹的脸的那个时候啊 那可想而知那又得多早了 所以说是在01年的时候最早发过这个白银 并且是一个啊 中邦的版本 然后到10年的时候呢 有发那个25周年的纪念版 然后纪念版的那双鞋好像是带编号的 是带编号的 然后听说这一次的这一双啊 白银呢 全球一共限量 2001双 是为了致敬最早那个配色是2001年发售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子应该会挺爆炸的 因为有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这种非常限量的啊 那么我后来也找了一些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写2001 2020啊 就是对之前是有个致敬啊 然后呢 整体我觉得这双鞋子它用到的材质 其实是非常的高级 因为我已经有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人有做这个鞋子的开箱 它的皮质各方面的做工听说都是非常上等非常高级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双 如果想办法能拿到或者能入手到是必须要去拼一下 要去充一下的鞋子啊 然后呢在25号呢还会有一个啊乔丹四代跟off-white联名的一双鞋子啊 那么为什么我前面说那双乔啊就是前面那双耐克跟off-white联名会在7月底发 因为这双乔丹是7月25号发 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是在一个相同的时间或者前后脚的时间段会发售这个鞋款啊 这个是我的一个啊推测啊 那么然后呢还会有两双7月份目前没有确定发售时间的鞋子 一个呢是这双乔13的Lucky Green啊幸运绿色啊 那么这双鞋子也是第一眼让我看到就让我想起了一双P1鞋啊 那么是谁的P1鞋呢 是雷阿伦啊 就是我们的啊君子雷Sugar Ray啊 那么他的啊一双P1鞋 那么当然这个绿呢比较浅比较有点像那种那种亮绿色啊 但是呢他当年的P1鞋应该是凯尔特人队的配色 就是那种深绿色啊深绿配白 那我当时第一时间想到就是雷阿伦的这双P1鞋 那么当然颜色上是会有点差别 但是不影响 我也觉得这个白配绿是一个很好看的颜色啊 那么至于后期官方怎么来宣传这双鞋 到底给他一个怎么定义 我们到时候再看啊 那么还会有一双呢比较好看的乔丹三代 也是说要7月份发 但是没有任何的确定的时间 往往这种不确定的呢 有可能会推迟到下个月8月份啊 但是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我觉得这个月乔丹的品牌很厉害 真的有很多好鞋子 那么这双叫Laser Orange啊 就雷色橘配色啊 那么我觉得整体颜色的搭配 让我觉得这双鞋子看得很舒服 是一种啊 我很喜欢的那种风格啊 所以说呢我也把它拿出来给到你们 那如果大家哎觉得 嗯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啊 我们7月份即将发售鞋款的啊 给大家的一个介绍 我个人觉得这个月啊 最最期待的就是这些乔丹鞋款啊 当然有可能现在很多一些新玩鞋的朋友 他更加注重一些椰子鞋款啊 或者更加注重一些联名款的 哎不用担心啊 都有给到你们 那么对一些老鞋头 一些玩鞋玩得比较久的朋友呢 有可能你们会跟我一样 看到这一些乔丹 你们都会很激动啊 那么还是啊 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我这样每个月给大家做的 这样一个球鞋介绍的这样一个节目啊 那么如果喜欢 不要忘记点赞跟转发 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 更多人都可以分享到 那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尽可能的点击订阅 或者点击啊关注啊 那么YouTube上面呢 可以考虑把小铃铛打开 这样子第一时间 视频一发上去 你们就会受到通知 那么好 这个月的啊 有什么鞋值得买啊 就为大家做到这边 那么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